大家好,欢迎来到移动输输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联想A750这款手机的视频播放能力 首先在6573时代 MTK已经可以勉强播放这个480P 那么这款6575芯片的联想A750这款手机 我们直接从720P开始播放 720P目前来看对RMVB格式可以流畅播放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迪拜神奇世界岛 这个是一个720P的 大家看一下是非常流畅的 720P表示毫无压力 Firmly on the map by recreating the world 300 man-made islands Finaly in September 2003 Dubai goes public with the plan at the world's media Ideally they would build the breakwater first to protect the islands from wave erosion 这里用的播放器是用的Mobile plane 我们后续会试一下用多款播放器 不同的播放器来播放试一下 毫无丢阵 声音也无失真 当然记录这边也测试过 在用播放这个MKV等其他格式的时候 720P的是播放是会卡的 有丢阵现象 而且声音也没有 这是MKV格式的720P电影 我们再来看一下用这个1080P的格式的 MVB格式 播放还算流畅 还是可以看出 有部分地方说是丢阵的 因此6575这款手机在播放视频方面的能力 还是觉得值得称道的 我们再用这个LocalPlay 这个播放器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播放这个迪拜神奇导 这边有一个硬接码 一个软接码 目前6575的话应该是只支持软接码的 硬接码它会提示不支持 我们看一下软接码 我会有点几十年 所以我们想要继续 我们想要继续 尝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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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款手机4寸屏幕 这种视频播放效果 我想大家应该还是可以满足99%的机油的需求 好 关于联想A750这款手机的播放视频能力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或许关于更多的一些评斥 请持续关注移动输入论坛 谢谢大家